电视剧《无剑》中近东饰演的陆锋是濒临绝境,被闪关算计了,他明明是不计生死,执行闪关下达的刺杀命令,结果没想到,自己被卖了,闪关真想杀的人是陆锋。 简单来说,是张志坚饰演的闪关过去不光彩,是个多面间谍,他应该是给日本人办过事,或者说如今他也是多面间谍,他压住多方,无论最后谁赢了,他都可以谋求对自己有利的局面。 而剧情设定的时间,大家都懂,抗日战争就要结束了,因此闪关急于抹去自己不光彩的过去,也就是毁掉76号保留的,有关自己的,火凤凰计划的档案,同时要除掉所有知情人。 纪云中就是因此被杀的,陆锋同样如此,闪关担心沈孝和陆锋说过什么,再者,他应该知道了,纪云中把关键的信息留给了陆锋,而陆锋迟迟没有拿出来。 这样的话,闪关就准备对陆锋进行灭口了,因此他自己搞了一个刺杀佐藤浩二的计划。 本来就是希望靳东饰演的陆锋在刺杀的行动中被击杀。 可是,吴剑中路风命够大,虽然中枪,但他还是逃回了行动时的暂时驻地。 这里可以看到闪关的操作了。 陆锋逃回驻地后,和闪关取得了联系,他急需救援,闪关则是直接把陆锋被抛弃了,明确说不会派救援人员,还让闪关遵循幽灵的原则。 言外之意就是希望陆锋自我了断,但靳东饰演的陆锋是不会走这条路的。 同时,王志文饰演的穆锡赫找闪关核实,陆锋是不是幽灵组织的人,闪关直接说不是,他还把陆锋的档案给烧了,这也就理解了闪关一系列不合理的行为了。 有人纳闷,闪关既然想要杀了陆锋,干嘛不再通话的时候,稳住陆锋,说马上派人去救援,之后他再派人把陆锋给做掉。 后面干嘛还要让霍飞去刺杀陆锋?这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。 首先,闪关是故意让陆锋知道自己被抛弃的。 别忘了张志坚饰演的闪关是要坐视陆锋不属于幽灵组织这件事的,因此他不会第一时间派人过去灭口, 毕竟只要派人过去,就会有人知道,你闪关提前知道陆锋的藏身之所,他就很难解释自己是如何知道的。 再者,无见中闪关希望陆锋犯错,任何一个人在受伤且被追杀的时候,都容易慌乱,而慌不择路, 在各方的追杀之下,才符合闪关所说的,陆锋不是他的人的客观设定。 同时闪关也知道,慌熙赫要一个活着的陆锋,要是无需自己派人去杀陆锋,陆锋自己犯错,最有被击杀,对他是最有利的,这样他对慌熙赫也好交代。 因此,闪关故意透露出,自己已经抛弃陆锋的意思,让陆锋很慌。 再说说,无见中张智金饰演的闪关为何派人去刺杀陆锋,以为他的上级慌熙赫已经知道陆锋刺杀佐藤浩二的事情了,下令,要抓到活的陆锋。 作为下属,闪关必须有所行动,但他不能说活捉陆锋,而是要清除陆锋。 这样的话,他是不会派其他人去的,当时知道陆锋可能是他们的人,并且在执行闪关的命令的人,只有霍飞和王立坤饰演的花项羽。 因此闪关为了让自己想要隐藏的事情不被翻出来,陆锋必须死,霍飞和花项羽也别想活,他们俩也在闪关的灭口名单里。 此时派霍飞去刺杀陆锋恰恰合适,闪关是可以把陆锋的位置卖给日本人的, 这样的话闪关即执行了上级的命令,还可以借刀杀人,除掉陆锋和霍飞。 霍飞一旦没有杀了陆锋,以闪关的能力,完全可以编造真相,说霍飞和陆锋小时候有交情。 霍飞叛变了,他在派人追杀两人就合情合理,没人会手下留情,留活口的。 等到处理掉陆锋和霍飞,闪关处理孤零零的花项羽就更没有压力了。 这也就是闪关一系列不合理行为的内在动机,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他不堪的过往。 他不想在战争结束后遭到清算,任何可能知道他秘密的人,都必须死。